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传输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产物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千里之外的计算机中的资源 这是怎样实现的呢 就让我们开始本单元的复习吧 第一课 信息传输基础 本课将复习回顾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 计算机网络的三要素 二 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三 计算机网络的功能 本课 我们将围绕以下问题来展开 计算机网络的三要素是什么 网络中的通信线路及连接设备有哪些 如何给计算机网络分类 计算机网络的三项功能分别是什么 复习回顾一 计算机网络的三要素 同学们 大家还记得网络的三要素是什么吗 老师先看着这张学校计算机房网络示意图来说一说 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络三要素是 第一 计算机设备 第二 通信线路 第三 连接设备 大家看 老师把这个网络中的所有硬件都说到了 应该没错了吧 老师 您还漏了网络协议 通信线路及连接设备只是一个要素 对哟 网络协议可是计算机网络必不可少的要素 所以 网络三要素应该是 第一 计算机设备 第二 通信线路及连接设备 第三 网络协议 那么 它们各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首先来讨论计算机设备 计算机设备是信息处理的工具 它的作用是处理信息 这张某办公室网络示意图中有一台打印服务器 那么 网络中的服务器是不是属于计算机设备呢 服务器通常是速度快 容量大的计算机 老师 我认为虽然服务器是为客户机提供服务的 但它从网络要素的角度讲 也和客户机一样 是计算机设备 没错 服务器也属于计算机设备 第二 通信线路及连接设备 通信线路和连接设备在网络中的作用 都是负责传输信息的 因此 只是网络要素中的一个要素 我们来回顾一下通信线路 通信线路的传输介质主要分两类 有线和无线 有线介质有三种 大家还记得是哪三种吗 老师 我知道 是双角线 同轴电缆和光纤 这三种传输介质从传输距离 抗干扰能力和传输速力三个方面来比较 都是光纤的性能最好 同轴电缆次之 双角线最弱 没错 虽然双角线的性能不及同轴电缆和光纤 它的传输距离一般不超过百米 但双角线经济耐用 近距离传输 人们普遍采用双角线 无线传输介质主要是无线电波 微波和红外线 在这张学校计算机房网络示意图中 许多地方使用到了传输介质 如果让你来组建这个网络 你会分别选用哪种介质呢? 老师 首先考虑到 机房的计算机等设备一般 不会去移动它的位置 所以在有线和无线介质中 我选择有线介质 又因为机房面积有线 各设备之间的传输距离一般不超过百米 所以机房中全部选择经济耐用的双角线 但是最后通过路由器连接到英特网的这一段距离就会很长 这里选用光纤 嗯,这个方案很合理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道练习题 小明要组建一个有20台计算机的电子阅览室 将所有的计算机连接到如图所示的网络连接设备上 应该选择的通信介质是哪个呢? 老师我认为肯定不能选择B和C 因为你看这个设备的接口是方形的 而选项B和C并没有方形的接口 小雅,我不赞同你的观点 这个设备的接口是接双角线的 应该选择C 双角线制作成网线后 就有方形的接头了 小雅,小达 我认为图A中的传输介质是光纤 图B中的传输介质是同轴电缆 它制作成网线后的接头是圆形的 图D中是一根USB接口的连接线 它不属于网络的传输介质 电子阅览室中的计算机之间距离不远 首选双角线 我也认为这道题目选择C 小达小月的分析都是对的 复习完了通信线路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网络的连接设备 要把一台计算机接入网络中 应该先在计算机中安装网卡 不同的网络需要使用相对应的网卡 学校机房的局域网通常用的是以太网卡 而对于无线网络环境 则需要使用无线网卡来进行网络连接 计算机主板也可以集成网卡的功能 网卡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后才能正常工作 每一块网卡都有自己的标识 而且在全球具有唯一性 称为Mac地址或物理地址 它不会随着安装了这块网卡的计算机的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改变 网络的连接设备除了网卡之外 还有极限器、交换机和路由器这三种 同学们 极限器、交换机、路由器 这三个设备从外形上看挺相似的 你们能说说它们的区别吗? 极限器采用共享带宽的工作方式 它只能以广播形式发送数据 很容易造成网络堵塞 交换机采用独享带宽的工作方式 它的内部存有一张个端口与锁连计算机的地址对照表 具备同一时刻进行多个端口数据传输的能力 这样就不易产生网络堵塞了 路由器的主要作用是路由选择找出一条最佳最快捷的通信路径 小雅把极限器和交换机的区别说得很清楚 还有哪位同学想补充吗? 老师,我来补充 极限器和交换机可以用来组建局域网 但要将局域网与其他网络相连 就需要使用路由器 路由器不是应用于同一网络的设备 而是应用于不同网络之间的设备 属于网际设备 小达说出了路由器不同于另外两个设备的一个重要区别 路由器可以把多个不同类型 不同规模的网络彼此连接起来 组成一个更大的网络 使不同网络内计算机的通信变得快捷高效 让网络系统发挥更大效益 关于连接设备 大家都掌握了不少相关的知识 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道题目检验一下吧 小明使用一个具备五个端口的极限器 通过双角线连接多台计算机 组成了一个简单的局域网 以下叙述错误的是哪一项 小雅,请你来说一说 老师,我选择B 选项A通过极限计传输数据 有很多数据流是无效的 因为极限计采取广播形式 所以这个说法是对的 选项C,极限计采用的是 共享带宽的工作方式和选项B 此局域网中任意两台计算机通信时 其他计算机也会收到 极限计发送的数据 都是正确的 选项B,极限计也称为C是错了 极限计也称为Hub 交换机也称为Switch 用游戏也称为Water 所以选择选项B 正确的 计算机网络的三要素中 第三个就是网络协议 为什么需要网络协议呢? 网络中的硬件设备 可以实现处理信息 传输信息 而网络协议提供 对信息准确传输的规范和保障 接下来我们来做个练习 以下说法正确吗? 小达,你来说一说 第一,两台用双脚线连起来的计算机 肯定已经联网 提杆中提到了计算机设备和通信线路 但是网络协议并没有提到 如果很肯定的说已经联网了 那么这个说法就是错的 第二,两台正在通信的计算机之间 虽然没有网线连接 但是它们是联网的 第二个说法和第一个说法相同之处 是都没有提到网络协议 但不同之处 是第二个说法中 两台计算机正在通信 如果可以成功实现了通信 那么一定满足计算机网络的三要素 因此,说这两台计算机是联网的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那么,为什么没有网线连接呢? 因为传输介质可以是无线的 小达说得对 复习回顾二 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计算机网络 按照传输载体 可以分为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 请大家思考一下 除此之外 还可以怎样分类 老师我来回答 计算机网络还可以按照覆盖范围 分为局域网Lan和广域网One 除了覆盖范围 它们的网络组件技术也是不同的 局域网使用的通信线路 主要有双脚线和同轴电缆 而广域网使用的通信线路 主要是光纤 局域网使用的连接设备 主要有极限器和交换机 而广域网必须要使用路 游戏这个连接设备 小雅的回答 条理非常清晰 随着计算机技术 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 今后计算机网络就是局域网和广域网 之间的无缝连接 它们两者之间的界线将会越来越模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练习题 某校园网的部分网络结构如图 小明正在机房上课 路由器突发断电故障 该故障导致小明无法在学生机 一上进行的操作是哪一项 小月 请你来说一说 老师 我选B 在这个网络中 路由器的作用是将校园网接入英特网 因此路由器故障意味着无法接入英特网了 那么不需要使用英特网的操作将不受影响 选项A查看本机IP地址 查看本机IP地址的方法是在本地连接属性窗口中 选择Internet协议版本4 然后单击属性按钮 打开Internet协议版本4 属性窗口即可查看 这一操作并不需要接入网络 因此不是选项A 选项C 访问学校文件服务器 获取资源 选项D 向教室机上传文件 我们在图上可以看到学校文件服务器 教室机是和学生机 处于同一个局域网中的 路由器故障不会对局域网内部的计算机之间 相互访问产生影响 因此不是选项C和D 选项B 把文件发送到自己的邮箱中 发送电子邮件意味着 要访问Internet网上的邮件服务器 所以必是正确选项 小月的分析 都是正确的 复习回顾三 计算机网络的功能 说起计算机网络的功能 同学们对 利用网络浏览新闻 收发邮件 下载歌曲 在线学习 一定都不陌生 然而网络的功能远不止这些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 数据通信 在计算机网络中 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 或者计算机与其他终端之间 可对各类数据进行传输 交换和处理 数据通信是计算机网络 最基本的功能 例如 收发电子邮件 就实现了数据通信的功能 第二 资源共享 共享的 可以是网络上的 硬件 软件 和数据 等三方面的资源 共享硬件资源 常见的例子 是在网络中 共享打印机 第三 分布式处理 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 很多大的 复杂的问题 都可以分解为 若干个较简单的子问题 这些子问题 再由网络中各台计算机 分工协作来完成 例如 在大型工程计算中 可以将计算机网络 作为一个高性能的 大型计算机系统 来完成一台 普通计算机 无法完成的任务 其实 分布式处理 除了在科学研究领域 广泛应用 我们日常生活中 也常常应用到呢 小达 你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火车票 飞机票在多个地点 进行预售 是网络分布式处理的 一个典型应用 实现网络的分布式处理功能时 网络中的计算机 从运算的角度看式分别完成任务 从资源调配角度看式协作完成任务的 小达说得对 最后 我们来小结一下 这堂课复习的内容 今天 我们主要回顾了 计算机网络的三要素 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和计算机网络的功能 三方面的内容 如今 计算机已经成为了 为人们实时提供各种信息 实现资源共享的设备 它之所以具有这些不可思议的功能 都只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们能把计算机相互连接起来 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复习 同学们是否对于计算机 是怎样连接起来组成网络的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 今天授课到此结束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托